HELLO HELLO 2018年4月8日,各位漫迷早晨 我相信今天这个情况,很多漫迷昨晚都睡不着了 亦有部份漫迷可能看完上半场后就关机,未知发生什么事 也是那句,这个YouTube就是 拍大巴角度说这场,我叫做完美打比,如果你们未看这场的话 我勸大家看了重温,看了一场播才听 因为会穿了所有东西 未看的话,千万不要看这个影片,先停下来 看完整场播,或者你喜欢看精华也行 才去听YouTube 首先交代两件事 第一件事,拍大巴在Facebook page开了个post 希望大家在那里投票和 讨论这场播,明晚 星期一的晚上10点 就会有 现场版,和大家一起 在现场版那里庆祝,和谈谈这场播 如果你们在Facebook币留言 或者在YouTube频道留言 我明天都会尽量读出来 当然 明天的现场留言都一定会读,应该大家都很兴奋 这场播 OK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我在YouTube频道也会开一个投票 和那个拍大巴的Facebook page的投票也是一样的 就是投回这场,赢球的功臣 赢球的功臣是哪个 YouTube只有两个选择 如果你们的选择不在那里,即管留言 去说吧 YouTube也一样 YouTube有四个选择 但我相信都是不够的 所以大家自己 投票,如果没有你 喜欢的投票选择 那你就可以投再点 和帮忙分享出去 希望可以到多些HKnM 大家一起投票 大家一起庆祝这一场 那么开心的赢球 尤其是我们明天 晚上10点的现场版 我们正式 討論這場球和慶祝勝利 大致上是這樣 首先我要解釋給大家 為何這場球我會說是完美的打比 因為 很多萬迷都會說 其實這場球真的打了半場好球 如果說完美 老實 大巴的想法就是這樣 你說一路贏下去 就像昨晚Daniel說贏6比0 有什麼完美呢 絕對不是完美 完美的意思是整場球有起乘轉合 而且 令大家看到熱血沸騰和心跳加速 我記得Kiff昨晚都說大家小心這場球 看到大家 心臟不知負荷不負荷 結果真的這樣 老實 大巴一定是從一個萬聯球迷的角度 如果Kiff有興趣可以站在一個萬聖球迷的角度 也和大家說一下 OK 我先說一下為何是完美 完美真的有起乘轉折 一開球頭15至20分鐘 老實說兩方面是拉成軍勢 還有 我想很多萬迷包括大巴都開心 摩尼奴真是 做到這個前場迫搶 第一件事出去了你拉線 真是有聽萬迷早晨 然後前場迫搶做得相當不錯 大家都拉成軍勢 當然頭15分鐘的分別 萬聖已經做到一些威脅的射門 但是萬聯還是 迫搶就有了 可以迫搶到 迫搶都轉化成射門 或者入球是欠奉的 但相反來說 萬聖的確 雖然被我們迫搶著 但也製造了不少的機會 接著到上半場的20分鐘打後 萬聖的確是溫暖後 因為都是這樣 我們一直都需要時間溫暖 整隊球就上了力 結果在25分鐘和30分鐘 就入了兩球 但第一球就真的是 金賓尼竟然在 屎摩寧 細緊的嚴格看股之下 拉着球衣都被他挺入 老實說我們今年都說了很久 我們防守這個角球 或者死球方面的確是很有問題 結果 萬聖是藉著這個問題打開了記錄 之後就是萬聖一段 很瘋狂的攻勢 一直攻到差不多 上半場完 跟著根道簡 在禁區裏面一個很漂亮的轉身射入了 迪基亞兩球球 老實說都沒得救 金賓尼的球實在太近 而根道簡那球也相當漂亮 射了遠處的死角 正常的龍門 迪基亞級數的龍門也救不了 接著 整場球的轉捩點就在這裏 就是史達寧 史達寧在上半場入了第2比0之後 基本上有三個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機會 非常非常大的機會 有兩個是單刀 有一個都是 半單刀的狀態之下 射飛機 三球都射不進 結果 萬聖真的非常有運氣地 保持著 只是落後0比2個半場 接著之後下半場發生什麼事 大家都知道 完全另一回事 下半場開球的時候 大家都是 一個膠著狀態 但是萬聖很明顯 已經多了人向前 我們估計 半場來說在根治室裏面 肯定 摩連奧就做了事 跟他們說了很多很多 分事 還有有人估計 有萬迷估計 費Sir在這裏 費Sir也有機會 進去了根治室 幫忙開封桶 可能我們的封桶都相亦齊飛 左是費Sir 又是摩連奧 這個估計 沒有證據證實 但是的確半場之後出回來 整隊球完全好像兩隊 跟著之後 這場相當有一個重要的指數 就是我們的Sanchez Sanchez 在我們三個入球裏面 都玩了一個重要的位置 第一球球就是他在右手 搞來搞去 就出了個球 給中間 哇 這球球第一球球 好老實 阿里拉 福至心靈 竟然用了胸口照一照 然後普巴非常勤力地 衝進去 六馬點 結果對著龍門 艾迪森 當然 射入了這球球 非常漂亮的組織 尤其是 這個夏里拉真的要贊一贊 這個簡直是有足球智慧 胸口照一照給普巴 當然 Sanchez傳送和普巴之所以 那麼聰明 走進去也是要贊一贊 OK 一個非常有組織的第一球 追回1比2 接著就來了 因為 我們都不是未見過曼城 輸一球之後就崩潰的情況 第2球 Sanchez 大約是三閘線左路 大約三閘線位置 砍一個漂亮的球 那球球其實 拖得很慢 一砍進去的時候 大家都以為比劳卡古的時候 普巴 大約是三十多馬 其實說真的 是慢慢慢慢慢慢的 涉到進去 大約是10馬點 就這樣頂入了 而且因為這樣就沒有如為 所以 我看完上半場 我看到很多賣迷的留言 普巴和Sanchez 沒什麼交球 結果 一球間接 一球直接 Sanchez就交給普巴 一個很漂亮的入攝 又射入第2球 普巴這球也要贊一贊 他擺脫了奧達文迪 之後 也是非常漂亮的一個頭鎚 有機會大家看看 他的頭鎚 這裏有相片 我看看有沒有相片看到 他們的頭鎚基本上是扭到腰 把球都扭到 這個圖畫看到了 普巴把人都扭到 但是把球很漂亮的 扭到死角入網 Edison也是沒得救的 所以Edison這兩球 甚至乎第三球 都很難救 2比2打 當然要乘勝追擊 老實說 這個 追不到人的 屎摩寧 竟然成為贏球的功臣 我們有一個 罰球 又是Sanchez斬的 一斬過去 這球球很有趣 Sanchez在未斬球前 不停揮手 叫球員向前向前向前 結果 屎摩寧真的聽他說 結果向前 結果真的接應到Sanchez這漂亮的罰球 入了球 有趣的地方就是 不是這個不是 不過晚一點點 再有個佛球的時候 屎摩寧是猛地看著場邊 波連奧指示他上不上 這個真是很有趣 亦都證明了 波連奧真的在這場球中 有指示球員 有個別球員 會問了他 才怎麼做 這個亦都證明了 這件事 結果反勝3比2 大家覺得這樣已經是完美 其實未 未是完美 為甚麼呢 還有一個 甜品 為甚麼呢 我們迪基亞 經常 每場球都會出現的神救 亦都出來了 想到最後的 80多分鐘 和90分鐘 其實曼城的確不是沒有攻勢 有一球 阿古佬 阿古佬 阿古佬在一個很近的情況下 頂頭除 亦都拿捷這球 給亦都拿捷這球 一個非常漂亮的神救 還有最後 甜品之後還有多個 飲品 就是這個 史達寧 這場球真的非常轉捏點 運氣實在好到不得了的史達寧 林美圓場還有一球六馬 其實那球撞到腳 結果撞到出界 所以我稱之為完美 基本上一開球 我們打得不錯 然後中段 被人 不斷進入兩球 我們亦都相對來說 站在一個被動的狀態 下半場經過了這個吹風機之後 我估計吹風機 甚至雙吹風機之後 整群球員 醒了 亦都發揮到他們的個別能力 結果追回 反勝3比2 都不止 去到最後 還有迪基亞要表演 一次神救一次撞柱 令我們贏了這場球 所以我覺得這場球真是完美 起承轉合全部都有 看到大家熱血沸騰 腎上線指數高了 這個真是心臟有事的朋友 要小心 這場球看到大家 想想樂樂 最重要是最後的結果 是在我們的 歡喜的地方 老實說 去到七十幾分鐘 我們追回2比2 大巴嬸裏面都想 這場球 去到那一刻 我們能夠追回2比2 之後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都不在乎 老實說 就算之後 戰果不是這樣 我都覺得是收貨的 因為那個反擊的情況 令到大家 真的有點興奮 OK 這就是 大巴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會說 這是一個完美的打比賽事 OK 跟著也要說一下 一些 個別的情況 以及 一些個別球員的表現 第一件事要說就是楊架 楊架這場球打得不錯 但上下半場 總有 各有一個 十二碼的機會 給別人 第一球 開球不久 就已經 Sane Laroy Sane 在左邊的傳送出來 他 擋住了 應該是Bernardo Silva Sterling Sterling在他後面 Yang 楊架 就滲下了 滲下了之後 他就嘗試 好像中司 躺下了 都用頭去頂球 但結果頭頂不到 手碰到球 幸好他基本上 基本上滲下了 所以 球證就覺得 他的意思是 他不是特意用手碰的 只不過是滲下了 有點幸運 第2球球 到了七十七分鐘的下半場 當時 已經贏了三比二 阿古魯有一球漂亮的入攝 楊架在左邊的角落位 入少少 一個 鏟掉了阿古魯 但是 這球球 連現場龐述的 加利利維爾 都說是 十十年 但是說真的 如果你給我看清楚 其實 這球球是一個 5-5 其實 楊架是又撐到球之後 才碰到 阿古魯 我看到的情況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所以你問我的話 這球球是一個 5-5的搶球 碰到球 之後 才 碰到 阿古魯 當然有球迷也可能會反咬 連球帶腳踢 其實都可以判佛十二碼 我就 很難爭吵了 老實說 所以大家觀點角度不同 但結果 我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什麼 就是球證是沒有判到的 除了這兩球之外 楊架其實 都打得 OK的 另外 有一樣東西 摩尼奧的換人 很明顯看到 第一就是阿時間 第二 換麥湯沒力出來 就很明顯看到 華倫西亞已經沒什麼氣力 被Sane放到 幸好他針對性就換了麥湯出來 幫華倫西亞頂住右手邊 的確後果也是不錯的 OK 還有幾樣東西想說 第一就是 整場球 其實老實說 的確是 萬成和萬元兩隊球 技術上有一點分野 就是什麼呢 扮成基本上打來打來都是那個套路 還有整隊 進攻或者防守的全球 的確是比較純熟的 很多時候他們是用一個 第一時間的傳送 去攻我們 相反 萬元 是真的 很多球球 無論是普巴或者 山齊西 都是喜歡上 變了很多時候 第二時間才傳球 老實說 為什麼我們經常打 比較弱的隊 都表現得好一點 因為他們第二時間傳球 對於一些沒有那麼迫搶的球隊 或者一些實力比較差的球隊 我們就算第二時間 就是撐一撐先傳球 無論是山齊西東 寶伯都很喜歡 在這個情況之下 變成對手容易了防守 在一些 實力比較弱的對手之下 我們還可以有時間 去做到進攻 例如 盧加古 都可以涉到位 但是在一些高手對碰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是差了一下 不是第一時間傳送 而是要撐一撐 撐一撐才傳送 就是慢了那部分 所以整年我們都看到 為什麼很多時候 進攻 都看到黎黎的 其實這個 都是很關鍵的因素 但是我想這件事 有辣有不辣 因為我們追回那一兩球球 都是因為山齊西多拖兩腳 才能傳球 但是我覺得 如果我們長期都是這樣 在一個反攻的狀態之下 為什麼我們好像不夠快或者慢 其實就是這個因素 所以我相信這件事 在接下來的比賽 尤其是下一季 我們都要 看看摩尼爾有什麼辦法 去改善 改善的意思不是全部都要練到打1Touch 但是 可能就是我們除了 經常都要保持球 再看真點才比 之外 另外有其他球員可以做到1Touch 變成了我們在進攻的變化方面 比較多 再說回頭 這場球 又是那句 和周中利物浦的場合 看到曼城 只有一套進攻方式 他們總之不停地猜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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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哥迪路浩拿的風格 但問題是 你腳風不太順順的時候 你真的沒有Plan B 例如 我純粹說一個例如 例如你一個高大的前鋒的時候 你就可以換進去 斬高波 也是一個辦法 當然這件事我相信很多 哥迪奧拿的球迷 或是哥迪奧拿自己本身都會跟大巴說浪費 我不會踢這場球的 我就是踢我這場球 好處是說很穩定 因為你已經練到熟了 但不好處是說 萬一你這套不成功的時候 或是球風不太順利的時候 你就沒有第二個辦法去嘗試入球 當然哥迪奧拿 當然是 頂級的教練 大巴算是什麼 純粹我看到情況想說一下 他們當然不會聽我們說 好 純粹這麼說 這場球也看到 整季都比較穩定 因為他們有一個很穩定的進攻模式 或者踢球的模式 而我們萬聯相對來說 其實今季來說也算是穩定的 但相對來說就很靠什麼呢 好透我們的個人質素 還有突然間 一些福至心靈的球 才會贏到球 或者入球 這個相對來說 穩定性不太好 但大巴說 我經常說變化重要 這個是我們 殺死的地方 但我們相對來說 多了一些plan B 例如 換肺能出來頂球 都是一些不同的 玩法 可以有一點點變化 但是 究竟我們要求穩定 還是求變化 各位可以自己有自己的理解 因為 老實說 沒有哪一個想法 或者哪一樣的 戰術 一定比別的 我經常覺得 只要是 用了 你有你的辦法去贏 就可以了 說真的 很難說 誰比誰好 老實 不過我看到 我們很多次拖得很慢 尤其是我們有些快球員 會不會有其他辦法 會令到變化 更多 OK 大致上就是這樣 說到最尾 還有一件事想說 這場 和之前的一場 令到曼城 第一次 兩年輸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兩次都在主場 失三球球 對不起 上一場 在 雅菲露 輸三球 但今場 在主場 都輸三球 絕對 是打疾了曼城那部氣 我記得有個漫迷跟我說 曼城是否氣數已盡呢 看樣子 就近了 我不再估計了 下星期二那場 希望看看利物浦怎麼打 但事實就是 基本上這場 勝負也挺重要的 除了曼城能否捧到杯子 其實另一個 重要性 我在前瞻也有說 就是 連輸兩場的氣勢 而已經 完全 相反了 對於曼城 之前的氣勢 這個氣勢相對 剛剛是相反 在球季中那麼重要的 情況之下 連輸兩場 整隊球隊肯定肯定有打擊 他們還有沒有能力 在星期二那場 做一些 重要的事 有沒有可能呢 我不評論了 但是 打疾了這場氣 的確是事實 這兩場 還要兩場都是輸三球 我覺得 頗有指標性 OK 這樣的情況 大致上 我先說了這麼多 OK 明天明晚 晚上10點 的演唱版 再和大家一起說 這場 慶祝這場 打比的勝仗 OK 最後 想說我們 在YouTube 投票 因為Facebook那邊 正在投票 大家繼續在那邊投票 也可以在YouTube 繼續投票 我這裏就多些選擇 第一選擇 普巴 第二選擇 山齊時 第三選擇 就是 夏里拉 第四選擇 對方的史達寧 第五選擇 其他 如果四個都不適合選 的話 大家就可以在留言 留下 你想投誰 我們明天 一次過 就會在現場版 跟大家慶祝 說下大家的留言 和 投票的結果 實在非常興奮 各位 如果是 昨晚看完球後 都睡不著 很遲才睡 然後可能 晚一點才看到這條影片 沒所謂 正所謂贏球 開心 何時看都沒所謂 最重要是 明天晚上 10時香港時間 大家一起在現場版 一起聊這場 一起慶祝 多謝各位收聽收睇 明天晚上再和大家 廣播 拜拜 拜拜